今天要介绍二种跟TTS有关的界面 一个是标准的文本翻译界面 一个是大家常看到的Google解翻译 第一个是TTS瑞德 进入它的官网后 设定需要的语系语音 输入文字即可转化为语音 但要转成音档 就需使用付费版 另一个就是狂新闻常用的Google解 这个网站是商欧佛特斯 在特斯处输入文字 沃斯设定预转化的语系语音 即会出现每句的MP3的声音档 供你试听语免费下载 今天要介绍二种跟TTS有关的界面 一个标准的文本翻译界面 一个是大家常看到的Google解翻译 如果想要更强大的配音团队 中国的配音格是非常强大的TTS界面 这个巨樱桃小丸子 专业主播 您好 欢迎吃点白蓝白蓝 什么新幼儿园 17元车子工作餐 在麦当劳全新上市了 新年快乐 新一年的旅程开始了 好消息 好消息 厂家商家联手大水卖 中国工商银行全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工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是一所美丽的学生 2018年 是改革开放 40周年 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江州智 甚至最近还推出林志玲 周星驰等明星大咖的语音系列 让你的专业配音多变又有趣 但是 他的收费是采一个个卡司去收的 谢谢您的欣赏 有问题欢迎提出 但我不一定会有空回答 酸民就退散吧 我心脏真的不好 超玻璃心的 下次再会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